哈喽大家好 这一节呢给大家讲一下数据库方面的操作 前段时间非常流行这样子的书 从山库到跑路 什么加瓦从入门到放弃啊等等之类的 这些一系列我们调侃的书吧 但是呢这本书笑是归笑 但是它同时也说明了数据库的重要性 不小心把库给删了都得跑路 这一节课呢我们给大家使用MySQL来作为演示 加瓦客户端呢使用SpringDataJPA这个组件 那么有人就会问了 MySQL我知道啊 但是SpringDataJPA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什么是JPA JPA呢是定义了一系列对象持久化的标准 它只是一个标准 并不是一个组件 也不是一个系统 它就是一个文本上的一个规范嘛 目前实现这一规范的产品呢 有Habonet还有Toplink等等 SpringDataJPA呢 就是SpringDataJPA的一个整合 这么说大家就能理解了吧 我们本节课呢 主要以实力来给大家演示数据库的操作 好 这是我们设计的REST4 API 可以简单看一下 第一个是Get请求 请求的路径是Girls 它的功能呢 是获取女生的列表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就实现这五个接口 并且把它实现后的结果呢 会在数据库里面呈现出来 好 打开我们上节课使用到的项目 我们要使用数据库呢 要添加两个组件 一个就是SpringDataJPA 本次课我们使用的是MySQL 还得添加一个MySQL的组件 添加完了之后 对SpringDataJPA 以及MySQL做一些相应的配置 我们往这个配置文件里面 写配置的话呢 就说明DV和正式环境 都可以使用得到 我们先来配一下数据库的地址吧 数据库的相关信息 SpringDataSource 这里使用的是MySQL的驱动 然后配一下我们的数据库 UIL 数据库我们用DBGO 还有用户名和密码 这是MySQL的配置 我们再来配置一下 SpringDataJPA 配置一下这个DDL 可以看到它这边呢 有五个属性可以选择 CreateJob 这里有什么区别呢 我讲一下 如果你选择的是Create的话呢 那么在运行的时候 它会自动帮我们创建一个表 我们先选择Create吧 待会再换成其他的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配置一个修Circle 这个配置可以让我们在控制台里面 看到Circle一句 方便我们开发的时候调试 好 我们现在启动一下 看看 报错了 我们看一下 它说 未知的数据库 DBGO 好 我们来建一个数据库 数据库是在我本地的 我们使用这个软件来 新建一个数据库 编码选择UTF-8MV4 好 数据库建好了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再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数据库 看到有什么东西呢 这个 切换一下 好 可以看到也是空白了 没有东西 虽然它不报错了 那么我们现在来 刷新一下 没有内容 虽然呢 控制台是不报错了 但是数据库里面依然是空白的 当然空白的了 对吧 你没有建表啊 它怎么可能有数据吗 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建一下表呢 哎 其实呢 是不需要的 我们这边直接建一个类 叫girl的类 给它一些属性吧 ID 照杯 以及原领 我们这边建立的是一个跟数据库对应的一个类 也就是说这些属性值呢 会映射成数据库的字段 这里就使用到JPA的特性了 加一个注解 这个注解表示 你这个类就是对应数据库里面的一个表 好 ID 也给它加一个 ID我们一般呢 都用作自帧的 得使用这个注解 好 其他的我们先不动 给它加一个构造方法 构造方法呢 选一个无餐的吧 这个是必须要选一个无餐的 不然待会数据库操作的时候 它会报错 生成该赛的方法 好 我们就新建了这么一个类 我们现在再来运行一下 刷新一下 这个要切换一下 切换到其他数据库去 可以发现 现在已经多出来一个表了 对吧 这个表就叫go 然后呢 表里面有三个字段 发现了吧 这个表以及这些字段呢 就是我们刚刚建立的这个类 所映射对应过去的 我们没有写色课语句 它就帮我们自动的建了一个表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表里面的一些信息 ID.int型 这个放大一些给大家看 ID.int型的 A.G.S.int型 Cupsize是Warchar型的 完全跟我们设定的这个属性 都对应好了 我们刚刚 课程开始的时候 说到这个GPA的配置 我们这边配置的是一个create 它还有其他的配置 我现在 给它加一条数据进去 好 这么一条数据 再来运行一下看看 再来刷新一下 你发现数据没掉了 这个create呢 它是每次程序好的时候 它都会创建一个空的表 如果你之前有这个表的话呢 它会帮你先删掉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 看到了吗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了吗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配置的 可以打印出 可可语句的 它首先呢 把这个表给删了 然后呢 再创建了一个空的表 我们换成其他内容试试 换成updater updater也是我们最常用的方式 好 启动一下 updater相对于create有什么不同呢 它第一次运行 它第一次运行的时候 也会创建对应的表结构 但是不同的是 如果你里面有数据的话 它是不会删掉的 它会保留着 我们来看一下 依然给它插一条数据 好 我们再来运行 回来再看一下 好 可以看到数据依然在 它并没有消失 这边也说了 刚刚给大家看了 有好多个属性 有这么五个方式 我们看过了updater和create 这个create job呢 是说应用停下来的时候 它就会帮你把表给删掉 这个no呢 就是默认的什么都不做 validate它呢 是它会验证 类里面的属性 跟表结构是否一致 如果不一致的话 它会报错 其他呢 我就不一致演示了 因为这个不是本节课的重点 本节课非常 就会说